你在台灣長大 對 你的口音發生什麼事情 哪一個口音 你的中文口音啊 我中文超沒有口音的 屁啦 你就是那種以前台大萬元系 那種很假掰英文很好的人 會講話就這樣 你什麼時候開始學英文 為什麼你的英文 聽起來真的是沒什麼口音 我是從國小 因為我是讀雙人學校 嗯 你看 雙人學校 你看 還說我 我也是讀雙人學校 雙人學校 但去英文都沒有講啊 然後我去 他就說你是ABC 我說不是啊 然後他就說 哼 你是假ABC 為什麼你在考啊 我半句英文都沒有講 在那邊嗆我假ABC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學校 跟這個翻一起 哈哈 好 慢慢來 對好 你先 首先 你在台灣長大 對 對 你的口音發生什麼事情 哪一個口音 你的中文口音 我中文超沒有口音 屁啦 我真的 你就是那種以前台大萬元系 那種很假掰英文很好的人 會講話就這樣 屁啦 不過是 Steven Steven來 你說他中文有沒有口音 你看 真的 Steven說有一點 可是我覺得 Steven是我們現在的公道博 哈哈哈哈 我現在本人來 你還覺得有嗎 有啊 有啊 直接灌到耳朵裡的口音 你這個口音比 看著加拿大還中欸 我回來再講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中文沒有欸 我覺得我錄影片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就是要教外國人中文 所以我會一定會小心一點我的腰子 可是我覺得我本人超沒有的啊 而且我講台語超冷凍的欸 真的啦 真的 不要 我沒有看 我有看我有看 你那個教台語的 我覺得講的比我好 可是 That doesn't say muc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對 被我們強調台語很好 完全沒有辦法 那你是在台灣長大嗎 對 那你台語是在哪裡學 在家裡學的 對啊 因為我阿公阿嬤都講台語 你是台北人嗎 台中人 台中人 OK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學英文 為什麼你的英文 聽起來真的是沒什麼口音 我是從國小 因為我是讀雙人學校 嗯 你看 雙人學校 你看 還說我 我是讀雙人學校 雙人學校 但你怎麼講雙人學校 就雙人學校啊 學校啊 學校啊 我會這樣子講雙人學校啊 不然我講雙人學校啊 沒有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 哈哈哈哈 反正你自己聽就知道 你周圍的朋友 都是這樣講中文的嗎 因為雙人學校 應該都這樣吧 啊 就是這樣 聽起來就超假扮 你有女生朋友嗎 有很多啊 都是這樣講話的嗎 哈哈哈哈 你幹嘛 你幹嘛念很兇欸 我這樣都很兇 放鬆放鬆 放鬆 不要緊張 真的沒太緊張了啦 好 那你讀雙人學校啊 哈哈 好壞 好壞 因為超 XXX 這比 反鋼還XXX 我覺得反鋼比較好 好聊一點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沒有那個 哇 you're so not aware 哈哈 我 我 我之前去報名 那個補習班還是什麼 什麼補習班 正音班是不是 XXX 我怎麼知道 哈哈哈哈 我怎麼知道 我以為要去新聞主播 哈哈哈哈 XX 你很XX 哪有 我XX 說實話 欸不是嗎 那個要當什麼主播廣播的那個 都要上正音班啊 我沒有 我是他們看到我的影片 然後再來找我去當主播的 哦 OK 所以是原本在網路上 對 有一些知名度的他們來找你 算嗎 就是他們看到我的影片 然後來問我說願不願意去 我想要先講完剛剛那個補習班啊 然後就是我那個完全 那補習班到底學什麼 等一下 學電腦學電腦 然後那個時候 我半句英文都沒有講 然後我去 他就說你是ABC 我說不是啊 然後他就說 你這講ABC 我想你這XXX 我半句英文都沒有講 在那邊嗆我講ABC 然後我回去還一直跟人家抱怨 我覺得我們剛剛就把那一段剪出來 然後你覺得 你在下面就會被公幹了 不是我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學校 跟這個班一起 等下你去的時候是幾歲 電腦補習班 大學的時候吧 然後你 國小是雙語學校 國中也是 國中就是一般的實力國中 嗯 然後高中呢 也是 就正常的 正常 都沒有雙語了 對都沒有雙語 所以只有小時候有雙語 對 那你大學讀什麼 你是要說在台灣還是在 在台灣在台灣 我有出國 哦有出國 可是我是去曼谷 我不是去英語系國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 Wohn 沒有 你去曼谷 對不起 哈哈哈哈 你講你講你講 什麼了 哈哈哈哈 快點啦 直接講 真的해야慘 快快快快 这个 真的會延an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那個Steven一直居然在說 我們就討論說 等一下來的人真的很漂亮 Steven說對他很漂亮 可是他就是有一股就是東南亞的感覺 因為我很努力曬啊 他剛剛說 你不要 這是一個香料 It's okay 不重要 可是這是真的 這沒有racist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啊 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我讀的是國際學校嘛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在走廊上面 你聞到味道就說 Indian來了 就是真的 這沒有racist 就跟台中人講話都會 都會 就你講就好 我可以講因為我是台中人啊 你那時候為什麼會選去那個曼谷讀書 因為 因為我不愛讀書 然後 可是我又想讀國際學校 所以這邊就是好進去好畢業 就這樣而已 然後也是講英文 然後也好玩 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你知道大概會花多少錢嗎 你在那邊幾年 四年 四年 我自己比較不準 因為我有開車 然後所以我 好我講我朋友的好了 應該 一個月 五萬應該就夠了 不貴 台幣嗎 可是學費呢 你知道大概多少嗎 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像我有雙主秀 所以學費會不一樣 就是credit拿越多 對對對 要看你的credit OK 一個月五萬 那也是還蠻便宜的 比美國便宜 對比美國便宜 比美國便宜 比大城市便宜 而且我覺得聽過很多 從美國跟英國回來的朋友 阿英文還不是那樣 阿英文還不是那樣 沒有 他是很刻意很努力的 要跟人家說 他們都有去讀雙語學校 不是每個人家裡 突然把你都在槍口 sorry 啊 sorry sorry 就是XX 啊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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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慘喔 不會不會 因為像我朋友 他還會故意要講話的時候 他說 那個color or I don't like this 就是他要故意講一個 英國腔 然後 人家說為什麼講英文要這樣 他說 因為我之前去London 就是 那種是真的英文不好 才要硬要講一個牆 或者是在他的那個IG account 叫做什麼 London something someone 有沒有什麼 James London 或者什麼什麼 類似這種 你才要硬要 或者是很多人的賬戶 有什麼New York 或是L.A.或什麼之類 你英文不好 你才要提醒人家說 I've been to L.A. 可是你英文好的時候 我覺得你超棒 No fear No fear 沒有沒有我要講解 就是我選漫國的原因 雖然我還沒有去以前 就是大家就已經都會這樣子講過了 你會寫Bangkok Peggy嗎 我會寫Peggy卡 欸超棒 欸可是我想要跟那個 那個手邊講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他現在在學泰文對不對 對 他可以多練習幾次 然後那個卡唸成 哈 就會很 他要殺價就很好殺了 喔 真的真的 因為我其實我會的泰文 也只會一個幾句而已 可是就是因為我的腔調 都很像當地的腔調 嗯 然後所以我每次 我覺得 你腦子裡 又想猜什麼時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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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我每次只要殺價 他們都會以為我是當地人 然後我就可以啪啪啪講一堆 然後真的會給我 不一樣的價格 真的 真的不是你長比較漂亮嗎 不是不是不是 欸其實泰國女生超漂亮的 大家都 他都 因為你們看到的都是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放 你們看到的都是來工作的人 所以他長得比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Begin你真的超讚的欸 我覺得你很棒 你超棒的 我覺得你超棒 可是我們 因為 全部人都一起在笑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學校就是可能 比較像是在 因為是國際學校嘛 那可以塞進國際學校的 當地人 就是可能家境比較 如果是血統有洗過就對了 欸沒有 不是血統喔 不是血統不是血統 就可能家境比較好 然後所以可能 平常打扮啊 或什麼所以你 氣質也很好就對了 欸不一定 可是就長得好看啊 哈哈哈 Begin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很棒欸 天啊 哈哈哈 你 請問你就是 影片到現在有被演上過嗎 欸 最近上的一直 還不太算演上 可是就是 我有街坊 然後就有一個阿伯 在那邊掃地 然後就有人在 在講說我們不應該 打擾到阿伯掃地 喔就只是這樣 對對對就這樣而已 而且言論非常可愛 感覺就是還沒有被演上過的 言論 我們覺得很棒 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只是 是很多人的想法 可是大家不敢講出來 然後有一個人講 然後大家就要去攻擊 他說你怎麼這樣子講 然後可是他可能自己 私下也會開類似的玩笑 或者他也這樣講而已 嗯 哈哈哈 我們認同阿 完全認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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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